郭文貴先生 非常感謝 給你們拍戲不停 非常高溫 我應該帶點小禮物來才會 帶那個貼紙 今天拆到我明天拆政府 小朋友都很喜歡 再來我就談談兩個個案吧 那這個 照片不多 大概大筆我就給各位 兩張 兩張筆 這兩個筆其實也就是政府的 這邊 其實就是科學園區 右邊這邊 它就叫做清竹科學園區竹南基地 那它要徵收的 區域要徵收是這裡 大概原來大概是154公斤 154 那 本來都是農地 而且都是特定農業區 這就是我林燕老師剛開始 一剛開始發言 他特別感觸很深的 就是糧食自取地 這個都是特定農業區 而且土壤非常 肥沃非常 那 我那第一張照片 我的第一張照片 那個怪手 怪手大概是在這邊拍的 這邊就是會長他的家 他跟各位講 這個是要用區段徵收 那這邊有兩條路 看看能不能看得清楚 這一條路咧 這一條路就是仁愛路 這一條路是仁愛路 這一條路是叫做公義 好不好 公義路還有仁愛路 那 不是那個張藥房嗎 張藥房他家 剛好就在仁愛路跟公義路的交場 剛好是一個交角地 那他就要把它開發 開發成這個樣子 開成這樣 那 本來這塊地 就是一個群創公司藥 現在已經改名著了 後來是郭台銘的子公司 叫群創 後來被奇美 變過去 各位知道嗎 這個區段徵收案 他一直說是廠商藥地 就是藥這一塊 本來大概23公斤 要把它變成多5公斤 變成28公斤 那我要跟各位講 故事的起源 就是一張傳真紙 只有一張傳真紙 就是群創公司的投資意向書 只有一張投資意向書 而且還是傳真 就憑了那一張投資意向書 開始把這個區段徵收 那就是其實 其他的 大概 這個剛開始原始 後來的設計好像稍微有點變化 後來有點變化 後來群創公司也沒有進來 也沒有進來 那現在呢 他後來有成立所謂產業專區 我記憶當中 因為我大概上個月又去一次 只有一家公司過來 而那家公司 他原來的公司 是在科學園區裡面 他跳出來 他在旁邊 另外再設一個廠房 大概情況是如此 所以其他這些地方 其他這些地方 都是住宅區 那在馬路上 比較多的就是商業區 可以嗎 所以我問各位 這就是區段中州案 那我剛剛我說的 跟各位前輩報告的 那六個基本要件 他到底符合那幾個要件 可以嗎 這個區段中州案 可以這麼來做 我們可以把土地中州 當成是土地開發的手段 這是一個 我現在非常大的質疑 土地中州應該就是土地中州 可能不適合當土地開發的手段 那土地開發 我們另外還有別的工具 比如說像蟲化 這是一個 主要的一個示意圖 這叫示意圖 那這邊就是張藥房 最後這四戶 我們的自救會大概是二十四戶 各位不要以為 好 千萬不要以為說 我們的道普這個案子 我們就完全失敗 不是 有二十戶的 是把房子保留下來 把他們的籠地其實 挪點位置 因為當初 三年前八月十七號 其實大家應該從報紙也知道 我們到了行政院 最後得到兩點重要的結論 那後來也有正式工人 八月二十三號 行政院秘書處也發出工人 就是圓屋圓地保留 另外農地集中跨市 好不好 所以我們二十四戶當中 二十戶 他們最後勉強是還可以接受 不過現在我們也仍然在訴訟當中 我們仍然在訴訟當中 我們現在 我們希望這個區段中中案 能夠把它撤銷掉 我想政府現在可能 尤其是苗栗縣政府 可能會很擔心這個官司 因為我們去年十一月 在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是贏的 我們一審台中高的行政法院 我們敗訴 但是我們上訴到台中 把最高行政法院 我們是贏的 法官主要的見解就是說 你這個正宗案不符合了 正宗案要見 其中特別指的就是 土地正宗審議委員會 我的判請 我們地政界 一定要去看去年十一月 最高行政法院 針對大府案的判決 的一個內容 對於我們地政界 有非常嚴厲的批判 因為我們土地正宗審議委員會 最後的結論只有兩個字 就是土地 我們的案子都是這樣 都是透過的 那最高行政法院就說 你這個根本沒有進行實質的審查 你根本沒有進行實質的審查 你應該要進行實質的審查 這關係到憲法十五條 人民的生存權 工作權還有財產權 你怎麼可以這麼輕率 可以嗎 那這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兩個禮拜前 他就發回更審 所以台中高等情供法院 馬上又進入實質的辯論庭 前幾次都還是在打議員程序 所以我剛剛跟各位講 前兩禮拜我們是在台中高等情供法院 就是這個案子 我們內政部訴訟帶領人不斷的講 這個案子有實質審查 雖然紀錄上只有通過兩個字 但是他說有學者專家實質審查 而且事情是非常審慎的審查 但是我們大家等一下可以討論一下 好 那這個案子 後來很不幸 非常不幸 其實這中間 我們也經過很多的溝通協商 這個案子我一直也很內疚 就是我一直沒有 我本來以為 行政院秘書處發出正式的公文 行政院應該就會謹守承諾 但是不然 因為當初我們講好的 其實就是自救會全部 不是說自救會的部分 各位也要跟各位報告 千萬不要看它只有二十四戶 其實他們擁有的土地面積幾乎達到一半左右 各位好嗎 二十四戶當中 其實他們擁有的面積是很大的 有時候我們老實講 百分之九十八對百分之九十二 有沒有 各位其實也要知道一點 我們去到鄭州 大概只留兩條路給土地被送送來 就是領地或領錢 我們設定一個期限 這個期限你要來登記 看要領地或領錢 當地民眾被逼的 只能從兩個爛蘋果 他們都這麼講 兩個爛蘋果當中 挑一個比較不爛 各位知道嗎 當他們去登記要領底價地的時候 很多農民都是一邊哭一邊罵 然後去登記 去講教他的土地所有權利 所以我們台灣農民政界 我們不會說就百分之九十八是統一率 我們會說百分之九十八是投降率 他們投降 因為政府窮得太大 他沒有辦法跟做反對他 這是其中一個做的關鍵 後來很不幸 這個後來苗栗憲府他環毀 其實後來開了幾次都市計畫委會 因為這裡涉及到我們去 我們的土地徵收條例 第四條第二項的規定 其實我覺得也相當不合理 我想這裡特別要救教各位錢 我們先徵收 然後再公布都市計畫 我覺得這樣很理由 各位知道 我把各位都幫著躺下來 慢慢記下來 是把土地徵收條例 第四條第二項 我們先徵收 都市計畫在一年內 我們太恐怖了 各位可以這麼做嗎 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說都市計畫是公益性 必要性的一個背書 蕭家綺市長 在818 819 我們占領內頌部之後 他也對社會各界公開的講 其實所謂的土地徵收的必要性 公益性都在都市計畫階段 都已經完成了 那我問各位 我們第四條第二項的規定 剛好給他一個很大的發展 你中收的時候 你都市計畫還沒有完備 你還沒有在這個公益 那你這樣的公益性 必要性在什麼地方 這一點也特別要請教各位 以後的前輩 我們可以說定 所以我們現在很多人 你看現在航空城 或是淡海 新市政第二期 我們很多的土地非正中部 當他們問說政府 你要把我分別在哪 我們政府也說不出來 為什麼 因為都市計畫還沒定 什麼地方商業區 什麼地方住宅區 都還沒定 馬路還可能還是會轉彎 跟白海豚一樣 我們長彎的意志 很有可能都會再轉彎 各位懂得什麼 我跟各位報告這個意思嗎 這個跟各位講的 所以我們本來 在三年前8月17號之後 我本來以為 這樣一話 他會履行他的承諾 吳敦義會履行他的承諾 但後來根本不是什麼一回事 我要跟各位報告 8月17號當天早上的氛圍 也其實是非常愉快 可以嗎 其實大家都講好 吳敦義摟著人家的肩膀 跟他們講 絕對沒問題 我父子 結果 竟然是這樣 後來都委會又開了幾次會 第755會議的 是把兩戶保留 另外兩戶還在夏世元上 後來又765又785 幾次的會議 整個因為苗栗現場 苗栗現場被翻盤 所以整個被翻盤 後來中間 我們的律師非常的努力 我們詹蘇柯山律師非常的努力 這一些都是可能外界不知道 我們在營建署 其實召開過很多次的協商會議 我們希望很希望 這事物還能夠保留下來 看各位知道是誰反對 對嗎 就是我們認識的人 就是我們地住室的擔憂 我今天這個公開的講